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 一小年代我是甜妮 马上来关心的是在台湾 因为疫情平稳的关系 所以大家也更想得到户外玩乐 所以野餐露营风又先一波风潮 那么有台湾野餐女王称号的 露露野把源自法国的 这个白色野餐引进到台湾 露露野他也举办过 无数大大小小的野餐派对 他说野餐之所以迷人 是在于在野餐的过程中 可以找回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感情 人与人之间好像不那么生疏了 拉近距离了 当然他也在这里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可以打造风格野餐 哈喽 我是燕妮 在我旁边的是号称 台湾的野餐女王露露野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国父纪念馆 旁边花园的野餐 那露露眼间帮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波西米亚风 就是现在少女最喜欢的风格 刚刚露露也说是有仙气少女风 仙气少女跟波西米亚是我们目前的排行榜前两名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野餐的布置 大概您用了什么样的元素去打造你的波西米亚风 其实最主要是花色 就是波西米亚风它就是有很丰富的图腾跟花纹 所以在帐篷上面 我们就有让它穿上了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丝巾 那边看到真的很多很漂亮的小摆设 我们就一一来做介绍吧 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小桌子 这个野餐桌 木托盘其实在野餐里面也蛮重要的 如果没有桌子至少有什么木托盘 可以确保食物是平稳的放置这样 还有旁边非常可爱的这个野餐蓝 对 因为我们其实在希望民众去野餐的时候 我们也在推广一个环保野餐的概念 如果有一个抱枕可以靠着 其实它会比较舒服 拥有台湾野餐女王的称号 露露也让全世界最大的户外餐桌 白色野餐活动也遗失到台湾局面 至今十年 让全世界爱好野餐的人都能看到台湾 您办的野餐一定就是说会 大家变成一个指标嘛 大家说如果我以后要办一个什么野餐 我一定是参考路易也说 它办什么样的风格 那你未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 继续前进呢 我们可以在坝顶上办一场野餐 坝顶上办一场野餐 真的还很不错 就是桃圆的观光可以让大家再看到 哇原来我们有的食人水 或是在供应我们 大台北地区的水 就在这里 那它就会被大家再看见 而且那个地点也很特别 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 能举办白色野餐的国家 基本上屈指可数 对 那台湾可以说是前三名是不是 对往年大概会有 每一年申请的城市 大概会有七十到九十个城市 那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全球的状况不是太好 那有申请白色野餐 2020大概有十个城市申请 但是可以举办的 台湾应该会是前三个可以举办的 哇就是 还是在给台湾一个掌声 想说哇就像那个职棒 世界没几个地方能打 台湾打了 然后白色野餐也是一样 世界上没几个地方 可以举办白色野餐 但是我们做到了 Lulu爷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野餐 就发现去露营的时候 你必须跟你的左右邻居交涉 有可能你忘了带 红酒开瓶器 或者是盐巴酱油 你就要去跟他打招呼 说可不可以跟我借我一点 然后你就会去认识你 你附近的邻居 那我就会觉得好像回到我 我小时候在眷村的那个成长环境 因为小时候住在信义区 然后有一个四十南村 那你就会有那种棠联的回忆 热爱野餐的鹿鹿野 在花农爷爷的家族中成长 从小几负美学汉让 爸爸又是个户外活动狂热者 从小就带着到处露营 他也以一身露营的看 台湾这三十年露营变化 之前聊那个很好笑 你说其实以前像军队在露营 一个杯子 用各种用法 刷牙杯 然后什么喝水喝酒 通通都是 早期台湾的露营就是一个钢杯 你又要刷牙 早上要刷牙嘛 然后又要喝酒 又要喝茶 甚至连汤面你都用那个钢杯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 大家对美感提升了 就是以前可能很 很军事化的露营模式 但现在就会有 比较美感的做法 可能餐桌上大家也会比较讲究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可能男生会玩一些灯炉 然后女生可能会玩锅具 所以提到这个美学不断的进步 所以在美学对你来说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满足点有抱就好 如果每一个人他都可以 心中有那一点小确实 那其实大家想想就会 变得很美好 一点点就够了 对 餐桌日常或者是 不管是搭配 对 眼前看到这些人的餐点 就会每天都有点幸福的感觉 而露露也更开设的餐厅 也不想到户外的人 另类的野餐 所以在这边公的餐点 我觉得就很特别 这边的餐点呢 就是一般餐厅 比较大的区隔 是它这边都是一种 野餐风的餐点 都是冰跟木小小的 小小的 所以野餐餐 除了小小的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要方便的打 比如说像这种 我们有准备叉子 然后或者是一口吃 所以它不用太 不用再加热或者是 这冷了也很好吃 更提供不同风格的帐篷 让人租借 有小孩周岁的野餐派对 或者是公司行好的家庭制 当然还有网美喜欢的 唯美风格 露露也凭着独特的美学品味 为户外生活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借甜蜜笑丁程 可可报道 好 不只是风格野餐 这个露露野餐也开了很多课程 教大家怎么样打造生活美学 那么今天她就跟我们分享 怎么用家里简单的水杯 就可以拥有充满气氛的浪漫猪台 继续我们就跟着野餐女王露露 也一起打造风格餐桌 而且用现成家里就有的素材 如果这是你家里的餐桌 你可以增加一个桌布 或者是让这个平面有一个层次感 那我就随便选了一个 家里如果有格乐店的话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用杯子变成你的主台 杯子可以变主台 对 随意的挑衅水杯 威士忌杯 红酒杯 大小不一 却难营造层次感 使这个样子我开发倒过来放 然后它可以这样子 它可以穿插的板 那它就可以 我们可以自己去抓 它需要的位置 假设我们从这边看 然后这样子 它就会有一个高低的落差 有时候你买东西 或是买衣服会有一些缎带 包装礼盒的缎带 尽量不要超过三个颜色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主色是 可能是粉红色好了 那你其他可以搭配的就是 黑白或者是单凝色 或者是这种麻绳 你可以自己去改变它的样貌 全都不离你也会觉得怪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做主台 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才 不同的把蜡烛让它穿插进来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杯子里面 放这个蜡烛 然后这个制高点呢 它倒过来干嘛 其实它就也可以放主台 蜡烛点起来 你就会看到很多 错落有致的主台 对 然后那个光线 会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去呈现 你在你的大餐桌的一个小角落 做一个这样的装饰 你的餐桌就会加分 简简单单我们就完成一个 漂亮的有气氛的餐桌摆设 应该不用五分钟吧 不用五分钟 对 很快 跟着露露也一起学 我觉得真的气氛超棒 有没有改变 有 学到了 你有学到吗 对 好 再看台北有一个最新的 阅读跟打卡空间开幕了 这名字很特别 它叫做不只是图书馆 活用松山烟厂北侧原有的废弃早堂 设计师打造出一个崭新的下沉式阅读空间 也有户外花园 带着木兰迪色调的花卉 在这里真的可以看到静谧之美 在斑驳的老瓷砖补上金漆 在小榻的低砖留点旧旧痕迹 看天井流星下的灯光 还有书本旁的小黄鸭 这里可爱时髦的让人又想阅读 又想拍照 它的名字叫做不只是图书馆 成立至今17年 不只是图书馆 2020 7月起在台北松烟重新开幕 由设计师邱博文团队翻修日志时期 致言工人的澡堂空间 并打造出特别的炮书概念 有别于图书馆常见的大张桌面 但炮书区为读者设计下沉式的阅读区域 国外呢当然是有很高的屋子的天花 去展开那空间的力量 那我们有那种天花 反而我们作为一个反思维的一个思想 我们往下走 然后往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层一层的树 在泡在你旁边 所以就变成了泡树的这个容量 在往里走来到了澡堂区 留存古时的天井 澡池 花砖等 空间却显得洁白明亮 弧形窗户形成的阅读区 更是泡时间玩思维的好地方 因为本来还是澡堂 那就是澡堂的话会有很多热气 那古时候的建筑物的话 会有在上面做一个天井 让所有的热气排掉 我们在修它的时候 跟我们在做这个灯锯的时候 我们爬上去的话 上面真的是会流很多很多汗 所以那时候去绑着 所有的一百多条线的时候 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古代语跟一个新故事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 而不是把它放在那边 然后不敢碰 图书馆不只玩了一手好设计 而且有花园 景观建筑师吴书源 在户外以一片开着 莫兰迪色调的花草 展示静蜜之美 当在英国的乡街走 我都看到非常非常多 美丽的场景 比如说有些教堂 它废弃之后 野草长出来那种荒原式的美感 但是人见到这个场域是很安静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外面 创造一个很安静的场域 让大家念完书 可以到外面享受一下自然的风 野草的美 然后去沉静下来的话 我觉得是跟这个图书馆 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美感 阳光炙热 这座花园却让人迈开步伐之后 便流连忘返 原来它有百样物种藏身其中 而且色调自带仙气 我在这里事实上是想要创造出 跟台湾一般花园 稍微比较不一样的视觉的状态 所以我选了橄榄 红花蕴 芙蓉 这种有点灰白色性 但是你仔细看一下 我的底层的安排 还是非常台湾的 很蕨类植物 我们除了有一些 很仙气的银灰色的植物 也有很本土台湾的蕨类 但是又有一些花卉 这里面点缀 所以有一些美感的一个设定 这座图书馆因为藏身在松烟角落 找不容易 一不小心还会错过 这回因场域带来的华丽变身 引不少人慕名而来 因此周间平韵 应该才是进行阅读的更好时段 另外首档展览一炮走时 适合阅读的选书角度出发 有在位读者添加一笔 新鲜绝妙的体验与想象 借张震度影至江澄俊曾摸倒 再来看奥斯卡引后 沙利赛龙的新动作片 他演出有不死之声的女战士 身高177公分的他 还剪了一个短法 看起来真的是相当霸气 而这个作品呢 也有他一些前作 疯狂卖似的味道在其中 我们就来看看沙利赛龙 这个不死女战士的新片 储家到来让戏院隐秘 都因因其代的动作大片 这回由串流平台抢得先机 寄出沙利赛龙这张大牌 他演出拥有不死之声 自愈能力的超级女战士 从美艳模特到女魔头 从奥斯卡引后到票房女星 44岁的沙利赛龙 活跃大一幕已经25年 他为财貌双全一词 做了最佳注解 因为即使是娱乐商业取向 他也尽力为角色挖掘出 更深层的内心面 我认为你会知道 这会变成很疯狂的经验 因为最后所有人都离开你 我最终的专业之一是 狗狗狗狗 他们生活了这么短时间 我已经过了三个经验 我已经失去狗狗狗狗 这真是狗狗狗狗 这真是狗狗狗 为了让沙利表现出身经百战 无所不能的角色形象 剧组不免俗要对他进行特训 包括拳击柔道和兵器训练等 因此片中看得到沙利用枪和刀剑都十分在行 从漫画改编 除了沙利饰演的女主角安蒂这条主线 电影版本也更丰富其他四位军团成员戏份 尤其新兵女孩奈儿加入之后 原本杀不死的沙利 却开始发现超能力逐渐丧失 是剧情的一大转折 不仅如此不死军团也要面对计划夺奪取他们DNA做实验 以开发不死能力的邪恶势力 这部动作芯片由全球最大串流平台制作并上映 为影迷带来暑假第一波最强星光 我们没有回答 但我们有意思 解证明跟江澄俊综合报道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那么最后我们再带您欣赏一下 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空间 不只是图书馆它美丽的画面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